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临近中午时分 东海龙王带着眷属与石饭柱 来到了五台山最高处 北台夜斗风安坐下来 离请文书施力菩萨讲经说法 龙王用自己的威神之力 把夜斗风庄严成一方净土 辐射高广华丽的高座 然后燃香邀请文书施力菩萨 赴会因果 为龙王眷属的赴会监修 配置善缘 龙王刚祈祷万匹 文书施力菩萨就应孽而至 端坐在高座之上 龙王大喜 连忙率众跪倒在地 三百亿臂又绕七杂 而后坐在了左边的上手位置 龙母坐在了右手的座椅上 其他龙族眷属也都就紧坐了下来 龙王 结果手下承上来的堆积荣山的奇珍衣宝 名归香料 和各色鲜花 游戏跪地 请赐双手上乘给文书菩萨 而后说道 菩萨 这是小王及其眷属 供养给菩萨的一点心意 请您大慈大悲 本着为我们龙祖 乃至于天下藏生的福慧广增 接受我们真诚的供养吗 文书菩萨 微笑着漠然不语 接受了龙王的供养 那堆积如善的供养品 居然就在大庭广众之下 缩成了极小之木 装进了文书菩萨的随身口袋中 在场的人 无不为文书菩萨的神童威德所震惊 文书菩萨的法力 真是高深莫测呀 我们龙祖的神童力 足可以毁掉这三千大千世界 使之遂为微臣 然而 在文书菩萨面前 根本上就不值得一提 真不愧为诸佛之师 法王之死啊 文书菩萨可以把无量横河杀术的三千大千世界 随意融入他的每一个毛孔 而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里的众生 都不会有任何举止 由此可见 文书菩萨的神童威德 真是与诸佛无异啊 文书菩萨能够在一念间 及时知晓无量横河杀术世界中 无量杀术之众生心中所念 只要这些众生 为这离苦得乐 意念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就会及时根据对方的根性 视线与之相应的身形 强行说法 许之能够找对修行的方法 从而离苦得乐 登涅槃案 文书菩萨能够及时知晓 每一位众生无量阿僧起劫以来 乃至于无量阿僧起劫之后的所有经历 这古往经来中所发生的一切 文书菩萨都了如指掌 动若观火 他的宋命通也与诸佛无异啊 就在世下谋民世尊世灭之前 佛祖就将娑婆世界 图画众生 使之离苦得乐的无上为业 托付给了文书施利菩萨 命文书菩萨 重逛五台善道上 一直到弥勒世尊出世之后 又协助弥勒世尊 度化众生 文书菩萨 不光是在过去庄严节 当下贤节 未来星宿节中 这三千尊佛辅助教化 更是在古往进来的十方世界 恒河沙树广大佛土 协助当地的佛陀广做佛事 而在这属经的诸佛之中 在过去世 修菩萨道时 都曾得到文书菩萨 典话教导 这些诸佛 也都视文书菩萨为师啊 文书菩萨 真是了不起 太伟大了 文书菩萨 当年在宝藏如来 注释时期 发出的誓愿 实在是太伟大了 他说 他要把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横河杀术的 那么多的佛世界 整合成一佛场 其清净庄严之程度 就算是当今极乐世界 也望尘莫及 如此殊胜庄严的大悦 也只有大智文书师利菩萨 才能发出啊 真是让我们喊严呐 也正是我等学习的楷模呀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时 东海龙王战几身来 扫尸一周 整个会场 顿时哑去无声 尽得连针吊在地上 都能够听得到声音 东海龙王 就在座旁 歹息跪地 何尝恭敬 而请教导 文书菩萨 您看 我们这龙族的眷属子孙 臣民 形态各异 千差万别 就连音声 兴趣 行为和处境 都不尽相同 这种种差异 又都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呢 就这问题 释迦牟尼世尊 曾经在南陀龙王王宫开始过 我今天 就成佛微神之力 再为你们讲述开示 其中的一例 茫茫众生 是心体 还是阴生 处境的千差万别 追索根源 其缘起于心中意念 由于心意的不同 导致言语 身形 也就不同 众生的所有行为 无不缘起于心中意念 由于行为的产生 就会导致夜里的形成 而夜里 分为善无两大力 善业 就会导致 极善境界的报应 恶业 就会形成 极恶境界的报应 如是阴 如是缘 如是故 真实不虚 诸佛 诸佛 之所以能够成就佛位 也都是善业成熟的结果 身文身者 所证得的圣物 也都是如此 地狱 恶鬼 和出生 这三大恶到的众生 也都是因为恶业的成熟 才导致如是的重苦煎熬 而有情终身 英勇相貌 以及财富地位的重重差别 也都业力影响所致 龙王 和在场的听众 全都沉默不语 都在禅思 文殊菩萨 刚才的开始 也都在反思自己 在此之前的所作所为 也都生起了 大惭愧心 真诚的忏悔 自己在此之前 深口意的所有核心 心中暗自发愿 从此以后 都要如何不作 忠善奉行 自尽其义 并把这功德 回想给自己 将来能够处理三界 不再轮回 成就佛国 菩萨 那心 又是什么样的呢 为什么 我们又看不到 甚至是感觉不到 它的存在呢 心 无色 无味 无有固定形状 它就跟虚空一样 它既无生命 也无增减 也不存在 什么静与不静 心 小可以融入微尘 大 可与宇宙合体 而心的本来面目 只有诸佛和大菩萨级别 才能够看得到的 除此之外 谁也无法真正读悉 信着本体的真相 众生 虽然无法看到 心的本来面目 也无法感觉到 它的存在 但所有感觉 都源起于本心 有形众生的 行住坐卧 一切行为 也都是心在主要 所有山川大地 一切坏景 也都无疑 不是隐隐在 本心之中 菩萨 那轮回的主体 又是什么呢 轮回的主体 就是我们的本心 菩萨 那本心在轮回中 又是如何运行的呢 我们的本心 在运行中 外境中的色声 香味触法 这六层 通过眼耳鼻舌声医 这六根 与本心和和 就会产生 与之相应的感觉 从而形成 各式各样的意念 这些意念 无外乎只有三种 一种是愉悦的 一种是厌恶的 还有一种 是借乎两者之间 不曾留心的 而在 受无名覆辟的情况下 就会随时产生 贪爱 追逐于 那些灵性 愉悦的外境 夜幕 试图摆脱那些 令人突免的外境 从而产生了新的意念 进而 去有所追求 就好像 狗咬尾巴一样 转起圈来 由于 在追逐恶的过程中 不断产生善恶之意 也就随着 隐喻的恒合 辗转在三界六道之中 而在这三界六道之中的 重重差别 也都是受业力所制约 而在整个轮回的过程中 本心 都是被动参与到轮回的 一旦意识到 轮回的无奈与威胁 人识到 世间万法的绝对真相 就会升起 强烈的厌恶 进而生发 出离三界 不再轮回的菩提心 如此一来 就会将所有善与 回向到涅槃彼岸 对各种导致轮回的恶行 尤其是意念 防伪杜剑 以至于断绝 如此修为 就会在诸佛菩萨的 价值无价 见你生死 探出轮回 注入涅槃 一旦我们得远安 成就平安之后 也就再无生死 再无轮回 从而得他自在了 在场的群体众生 听了文殊菩萨的开始 恍然大悟 全都争得了倒计 再也不会 被世间反响 迷惑了本境 振得了发炎剑 全体大众 都在一致成面 拉摩大致 文殊施力菩萨 拉摩大致 文殊施力菩萨 拉摩大致 文殊施力菩萨 菩萨 我们龙族 我们龙族一直以来 都饱受大鹏 金施鸟家族欺凌 他们想来就来 想去就去 看见我们龙族子民 那是想吃就吃 一抓一个准 连我都有好几个孩子 都惨遭毒手 尸骨无存 更不用说其他龙子龙孙了 如此长期以往 龙族子孙也就越来越凋零 这世间的星云不约 又有谁去做呢 谁又能保证 这世间能够风调雨顺呢 谁又能保证 国泰民安啊 当年 世家世尊 不是给你们每个人 都分了一块长条的架纱布条吗 你们 把那手如来加持的布条 长期系在脖子上后 大空经之鸟 也就不敢打你们的主意了 更不用说 还会去伤害你们了 你们当中 但凡有龟族如来 坐下的龙众 不都平安无事吗 你们从此以后 只有一如既往 龟族赴门了 受识经济 苦识正法 乐善上 都会得到 十方祝福 包括我在内的 广大菩萨 之家世物业 从而平平安安 无尽无限的 群体龙族 听完文书菩萨的开始 群都站起身来 双手合十 一致表示 将仅尊菩萨教会 归一三宝 受持正法 全力 做一个合格的佛门在家弟子 法会结束之后 大家都围绕着文书菩萨 又绕七仨 大力参拜之后 就各自三宝 就各自散去 散会之后 东海龙王 还在备胎 用胜利 操救了一处 须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泉水 以此纪念 这场法会 后来 人们为了纪念这场法会 就在备胎 修建了四月 供奉了文书菩萨法像 因文书菩萨 在此开始了文心法目 就把这座菩萨像 称之为 构文书 未感念 东海龙王 秦法之 大功德 又专门修建了殿堂 供奉其中 而龙王们 不放初心 牢记使命 群心群意 协助文书菩萨 做好普通 众生之佛事 有求必 因此 人们就把这四月 去认为 灵影心